大家好,欢迎收看年四岁聊 今天我聊五个话题 这些话题有的是最近两天发生的新闻 有的是一些在网上最近传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传言 我先列出这五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讲湖北的大雪造成了交通堵塞 其实已经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一种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国 第二讲一下中国股市昨天继续打跌 跌破了27002640多点盘中 然后就围绕着这个股市到底应该怎么去救市 到底会发生什么 来聊聊这个 第三个讲一讲杨恒均 这个奥迹的作家 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 在中国拖了很多年 被拘押了很多年之后 因为他和陈磊另外一个奥述 很多人在中国都是一个当时属于一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 但是陈磊前段时间被放了 但是杨恒均却被判了撕还 然后第四个讲一个传言 这个传言说美国预料朝鲜就在中国春节前后就有可能会发动战争 我们聊聊这个传言 第五个讲另外一个传言 也挺有意思的讲了 说习近平准备在这个说是二月底还是什么时候 还是三月底 二月底将会开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 然后在全会上呢 他能想把彭丽媛搞到政治局当中去 同时他持续中共总书记 然后搞到垂天听证一样的 留任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军委总书记 这个中共的总书记 由别人来做 我们来谈一下那个传言 就这五个话题 先讲湖北的这个大学 最近不是中国已经开始 各个地方已经开始放假了 春节放假 这个传统的这个春运又开始了 中国这个这种社会的这种运行方式 一直他都至少在地点上 他就不变了 他是整个全 他没有一个个人的年价问题 没有一个就是各个企业也好 自己的年价嘛 你工员也好 反正你只要有工作的 你的工人单位就应该给你赋予一种年价 你每年都应该有一些自己的假期 让你自由的支配 那中国是按照国家的法定假期来放假 所以全社会一起放假 然后就造成极大的拥堵 有一年的时候 我相信是22年还是去年11亿的时候 他是故意的 就是还是5亿的时候 他故意的把那个假期还延长了 他其实是想 因为大家刚刚解封嘛 好久没有得到放假了 他就想积累一下当时的消费力 让他集中释放 其实这一直是中国这个统治阶层 他有意这么做 他的目的就是叫做节假日的消费 平时民生民间消费一直不振嘛 然后把你挤压到那个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给你造成一种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中国每到这种假期 然后总是那个旅游啊 什么那些房子紧张得一塌糊涂 然后房价涨得杂涉 这是人为的故意的这么干的 你像曾经我们看到那些五一出行的那些人 到黄山去只好睡在公厨里面 但是让人觉得简直是实在难以接受的这种事情 就在中国发生 这次春运也是一样的 你看春运中间有一个传出来有一个消息 就是大家买不到票 其实中国今年的春运和往年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因为市场比原来萧条的多 其实并不存在这么大规模的人 就是已经让他的交通系统已经堵塞的这种状况 但他故意的 比如说好多人去买这个高铁票 他就买不着 通过正常的那个订票渠道 就说订完了订完了 好不容易抢到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假假一些票 抢到了去一看 整个车厢没人 空空如业 而且后车的车站也没多少人 其实中国的春运 他已经这种所谓的传统的农民工回家过年 这种事情在今年已经大幅减弱 实际上因为沿海地区的很多工厂 他都开不下去了 或者停工了 很多工人找不到工作了 早就解散掉 所以他并没有说形成一个和往年一样 甚至都不可比例的一种 一种那种民工潮 但是仍然呢 有不少人他要回乡过年 包括你在一个其他城市定居的人 你要回到老家和自己的父母过年 这个是有的 很多人就会自己开车 中国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遍布全国的这个高速公路网 还有高铁网 但是在湖北 其实不光湖北还有安徽河南 他都有比较严重的雪灾 其实湖北呢 就是其实他听据报寄报到的 但是呢 没有政府没有说过做出相应的配套的举动 也就导致最近两天突然间 这个湖北的大暴雪 然后这暴雪又直接变成了冻雨 就把整个高速公路瘫痪掉 有上百万人 据说湖北省内堵塞的这个 有几百公里的这些高速全部给堵住了 据说有上百万人被堵在高速路上 有两天三天 甚至更长时间 然后堵在上面呢 下又下巴来上又上不去 走又走不了 因为他 你感觉这个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政府 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救助 因为堵在那个冰天雪地当中 很多比如说幼儿 他根本因而来 没有开水嘛 很多地方 然后你看到的这些居民 这些堵在那的这些 回乡的这些人 这些公民 他们得到的救助 就是附近的农村的 或者当地的一些居民 自发的拎着 自己在家里面买一些泡面 煮上这个烧一些开水 或者有些人煮点 什么粥之类的东西 来救助这些人 而且他们为了防止别人说 他们就地起价 卖东西 都不敢卖东西 就表明中国的社会舆论是非常 目前那种是很险恶的 没有人敢触碰 你说 正常的你说旁边如果有商店 你组织一下货源当中 卖卖东西 你按照正常价格 也可以 你这种救助呢 就比较有力度 但是当地居民也不敢这么做 就是大家为了避免 大家 我看到的所有视频都是 大家的生产 我是免费的 其实这次当地人 他是属于自己好心了 他们的确应该得到 大家的 赞扬和感激 但是这种当地居民 自发的免费的服务 你显然就是不够量 就显然就是不够 你堵了一百多万人在上面 政府居然拖了这么长时间 政府没有有效的救治 而且他的 他的这个除血 他的这个除血的感觉 你整个政府 他无法应对这样的事情 所以只要这个一暴血 好 你全部瘫痪 还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 首先你 你如果有天气预报 那政府应该做出预案来 至少你应该 在天气变差的时候 把高速公路给封闭了 然后引导这些人 走别的路 或者做其他的处理 第二呢 既然这种事情要发生 你政府应该准备好 怎么应对它 你的天气预报 已经预报了 这个超越历史上的 严重的这个冰血灾害 那你应该马上预备着 你也知道 那个高速路 一旦在你的这个境内 出现这种问题 那就是没有办法跑车了 你可以看到 那些 一个是堵得几百公里的那些人 堵在上面 还有呢 就是多少辆 几百辆车撞在一起 那种惨撞 你到底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 就没有相关这种报道 还有中国一向是在推广这个电动车 好了 这个电动车在这么冰天雪地的地方 他一旦电耗光了 他上哪充电去 简直太疯狂了 这个已经产生一个 比较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呢 你没有看到中国政府 在报道他们 有一个消息是说 这些人相互之间用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上内带了 一个聊天室 他们通过这聊天室 在几百人在那交流 各种各样的情况 怎么救助啊 我们还缺什么 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聊天室立刻被当局封掉 你看当局根本就 中共政府啊 所以在这个 对老百姓这个血上加霜 这个我不知道当地 被堵在那里的老百姓 他多多少少能够从中体会出什么来 好讲第二点 中国的股市就是 中国股市已经连续跌了五六天了 昨天照样子打跌 然后盘中跌到了又有个新的低点 两千六百四十多点 而且呢 五千多个股下跌 这个据说一千多个股跌停 这也是极为壮观情况 然后大家就开始围绕 就说这个股市 到底它这样跌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是应该去做出什么样的 回应 中国不是有很多证券公司吗 很多经济学家吗 闹腾了这么半天 它这股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就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事了 这个有没有人对此做出一个系统的研究 提出一些方案出来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社会都处于一种 咱们简单说就躺平状态吧 就是因为有很多条条框框 有很多事你没办法说 你在中国 你微信上你说的过火点都会被封好 你别说这些公开的有没有信的这些研究 学者专家 他敢站出来把这个股市问题说得透一点 很多人就不敢说或甚至不敢做这方面研究 研究了之后他也没有办法 一种就是说不受太多约束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 只要表达出来 你只要 因为这个问题你避免不开这个本质的东西在里头 所以其实就没有人谈到股市发生了什么 很多最后已经股灾了 现在已经大家都说这就是股灾 股灾了之后呢 才有人才唇唇吐吐吐说流动性不足 其实流动性不足谁都知道 政府也不断地往里面筑钱 但筑得进来嘛 你政府能够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吗 然后有人提出了 就要给我现在 估计要十万亿 要中共拿出十万亿出来就是 第一是政府能不能拿出来 他以什么名利拿出来 他拿出来这种究竟是 短期的有效果 他长期就像治一个人的病 你敢不敢就下猛药 你这个猛药下的对不对 你强行针 你一旦这个病人很神 病得很严重了 是不是就是 比如强行针就打下去就对 你就一针打不行 连续打十针 你敢不敢这样做 所以整个中国就像一种失智的状态 因为没有人敢对一些实质性的重要的问题 做出正而八经的一点 有道理的研究 大部分人都在回避 不敢探讨这个问题 就不敢越这个雷池一步 就说明中国的社会 已经被中共它禁锢成了这种状态 你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有有效的救世方案呢 现在喊得最凶的 很有可能今天这个股市稍微有点反弹 回去了2700点以上 前段时间不是都涨到2900点以上吗 不要忘掉也就前两天 那政府它是有可能它痛下决心 就开始印钞举债 开始投入到股市当中 但是你这个解不解决问题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那些股票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太多的垃圾股 你有5000多个股票 里面多少是那种垃圾 你那些垃圾在这 那大家做空的人 他就知道你这个必然会跌的 行你把它抬起来 你就被套牢在里面 谁进去救世 谁进去这个时候去抄底 你很有可能就被套在里面 然后你可能当了解放军了 站岗了 所以这个是本质的问题 你本质的问题 你能不能把你的游戏规则 我一向再说游戏规则 你整个这个制度的问题 你能不能改 你如果不谈到改革 这才叫真正的改革 你不谈改革 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废话 没有任何用处 最后你还是要走向 再一次巨大的崩溃 就算他现在抬住了 就算他真的舍得去花钱 钱是白来的 我要问你印出来的钱 就不用还吗 你印出来的那些钱 又造成其他的债务 你老蛮对此的分析 就是说他说这些研究者 就不去看看 这流动性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流动性紧张的原因是 你中共在化债 在替他的地方债 在化债 你地方债化债 把已经把这个 你为了挽救你的地方债 这么大的盘子 你把这个社会的流动性 都吸干了 社会上的钱 全部留到你的地方债 的化债还债去 你哪里有什么钱 来支撑你的股市 这是老蛮的观点 一样的 你现在印钞就是 也就是一个短时间内 短时间内 你可能能够好个 很短一段时间 那你下一次跌的时候 就彻底的完蛋 好 这是关于故事 然后讲杨恒均 杨恒均 这个傲极的 我原来也不是特别关注这些人 因为和那王志安一样 我也觉得挺阴阳怪气的 就是你搞不清楚他到底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他非又不是黑又不是白 一会儿偏这样一会儿偏这样 他把自己说出他是民主小贩 他在贩售民主 但你没有感觉到他多么坚定的站在民主的一边 相反你感觉他 他以前特别是以前的那些举止 很可疑的 还有和那些五毛怎么纠缠在一块主动的 和大外宣 什么什么中共的那些在海外的假外谋的那个一个组织的主席 等等等等 和一个大五毛结婚 这种事情都说不太清楚 当然了 最近杨恒均好像在网上 也没有太看过他的什么作品或者是言论 所以因为他好像是比较早之前主要是大陆网上比较火 和我们之间的没什么交集 所以没有办法评论 但他作为一个澳洲人被抓了 一直是澳洲政府重点解决的对象 你不管这个人 他有什么背景 他他就是一个澳洲公民 所以而且他一长期也不住在澳洲 他住在美国 他这个 他是澳洲公民 澳洲政府就有权力去解决他 所以澳洲政府已经 还有一个是陈磊 就是政府 这个总理外长 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 都必须把他的事提出来 已经变成了中国和澳洲之间的一个外交问题 中间的一个问题了 但是杨恒均本人呢 其实网上公开的信息是说 他原来是替国安干过了 他就是国安的人 当了十年国安 在中国的时候 国安系统的人 但后来呢 他到国安来之后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肩负那个使命呢 所以他大概是19年 还是20年 他突然回国的时候呢 就给抓了 然后呢 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个人猜的 没有任何根据 我就觉得 他应该还是一个 就是因为按照我们对中共的认知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大黑手党 他一旦加入到中共 特别是加入到中共这种 这种特殊身份 比如国安 特务啊 这种 这种身份的人 特别是海外 这种肩负特别使命的人 你基本上 你就进去了 之后 你就永远也脱不出来了 对一个黑帮就这样 你知道黑帮的情况太多了 你没有任何可能 你要叛变 你要脱离 没这回事 你就是 你要不就永远效忠 要你不效忠了 这个组织就要对你下手了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杨恒均他的确原来是一个有特殊任务的人 那他被召回去 然后突然间被抓了 然后现在这么重判 那就绝对是他的这个组织和他之间产生了某种问题 也许他不听话 也许这个组织对他不满意了 也许他失职了 比如说暴露了组织的什么什么什么机密 这种有这种可能性 你看这个陈磊和杨恒均 至少我们知道陈磊犯了什么错 但是陈磊还是被放了 在澳洲的这种外交努力下 那杨恒均居然就被判了 这个撕缓 就说明杨恒均的问题 对中共来说 他的问题更严重 就是所以呢 多半我觉得跟这个 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是相关的 给大家的一个教训 也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 你不能够成为中共 那个特殊机构中的一员 你一旦帮他们干的事 你贪图这样贪图那样 帮他们干的事 你就完了 这辈子 而中共对待他的 给他办事的 属于他的组织里边的那些人 是最狠的 你相反你还不是那组织的人 他 他还没有那么多理由整理 你看你看中共那个什么 原来那几个国安部门的 那一副部长孙立军 还有他那几个什么 孟宏伟之类的 就是都是他的国安系统那高官 你看最近被整 还有什么马剑之类的 被整成什么样子 被下了狱 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出不来 可能死在里面了 除非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去给中国的某个特务部门 当去成为他的这种成员 那等于是你把命交出去 这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得出来的经验教训 好再讲两个传言 有个传言就说 这个传言的原文是说 美国政府在说朝鲜 有可能在中国春节 这个前后发动战争 其实呢 朝鲜这个金三胖的的确 最近他真的不闲着 他就没事了就在这挑衅 就上梦下跳的 生怕对韩国对美国 那可以说是这个步步紧逼 没有韩国美国 其实没有特别针对他做什么 而且他现在对俄罗斯 也是全力支持 所以呢 这个金三胖呢 他特别的不甘寂寞 所以呢 你说他现在要挑衷战争 这个也是个合理的猜测 我觉得这一点不为过 当然我没有看到 任何的美国官方的新闻说 对朝鲜做出判断 所以这个应该是个谣言 美国官方应该是没说过这个话 至少没公开说过 但是呢 朝鲜 朝鲜发动战争 或者说近期发动战争的 这种可能性 的确是存在的 你不能够说是没有 而我一向说 朝鲜其实就是中共的一个棋子 或者是一条开门狗 或者是一条狗吧 咱们一说一个战狼 咱们说战狼好听点 朝鲜的确是中共的一个战狼 这个而且朝鲜这个金三胖 他做出来的所有的事情 绝对是符合中共的利益 他是按照中共的意思去做的 有人就说这个金正恩他没事 他在这自己的日子 小日子可以过着 没有谁威胁到你的统治 你自己在这跳不是找死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 的确确他从自身利益上 你说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挑 主动挑衅 但是呢 他的东西都被中共控制了 他的武器 他的粮食 他的经济 只要中共一卡他 他分分钟就完蛋 中共甚至可以把他弄下去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看 金正恩拿出来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不是他自己能够的 有能力做出来的 他全部是靠着中共的 而且最近呢 北朝鲜的确状况不好 又发生了饥荒 他的 他应该的这个整体的居民的这种生活状态比原来更糟糕了 其实原因很容易理解 中国发生了这个巨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来支撑他 中国政府有点自己都搞不过来了 所以随着中国的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朝鲜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所以呢朝鲜金正恩呢他有我认为他在现在上风下跳的原因有两个理由 有一个理由有可能是中国对他的这个援助少了 力不从心的他不满了 因为中国这个时候不想他这个太鲁莽 他肯定他他中国他可能他能够和中共叫板的一个办法就是他去挑衅美韩 能把这个真的他去打两打两发炮弹 然后搞起一个局部战争那中就逼得中共不得不 啊参入进来 这是他的一个一个砝码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的可能性呢就是相反的啊 就是说中共现在处于严重问题了啊 中共中共自己我认为中共在自己执政不下去 自己内部危机全面爆发威胁到他统治的时候 中共他是会策发韩国就是北朝鲜朝鲜半岛的战争和台湾海峡战争和南海的战争 这三点如果他有实力的话都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同时搞起来 所以因为他自己快崩盘了 他干脆就把这棋盘给他弄乱了就乱来了 就把棋盘给掀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有种可能是中共觉得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他需要把朝鲜这个火给点了 但是呢我觉得目前中共还没有到点火的时候啊 当然我们当然中共也许他自己知道的更多了啊 我觉得至少在表面上就说至少老百姓出现短缺了啊 出现恶行通货膨胀了 出现吃饭问题了出现内乱了啊 这种时候有可能中共会动 但现在还没有到就是啊 虽然问题很严重 但还没有说恶化到这个地步啊 这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谣言 但是呢朝鲜是有可能会擦肩走火的 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传言 说是啊习近平要在二十届三中全会 不是一直没开吗 有人说就是在马上二月底或三月底就会开 然后呢二十届三中全会里面呢 这个习近平时候有可能会自己下台 并且把彭丽媛给他选入到政治局当中 我觉得呢这个的确是一个传言 这个这个传言的性质就是跟习近平得了这个一线癌的性质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习近平现在不是出来辟谣了吗 感觉他的就算是他得了神奇病 也可能还没有到最后要躺下的那地步啊 就是就说呢啊大家不是又失望了吗 所以现在有新的也有言谣言又出来了啊 就说啊大家不要失望啊他有可能辞职 就是再一次给这些民众一个某种程度的希望 嗯我不知道是谁在制造这这样的谣言啊 因为这个谣言本身不符合习近平的个人性格啊 习近平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为了自己永久的执政 他可以你看修宪也好计划几年 然后把军中的这些啊 把所有的不是你比如李克强给谋杀了 把所有的中国的军头都搞下去换班啊 该拿下谁就拿下谁 让国防部长消失 让外交部长消失 他都可以做得出来 他怎么可能到现在啊 的的确认面临那个股市跌了 房市跌了so what 对习近平来说没 他还没有说他自己能够自觉脸皮薄到那种地步啊 习近平这个人他脸皮不会这么薄的 他很厚黑的一个人 非常非常厚黑的 所以他不会主动辞职 这是我的观点 他绝对会跟你争得鱼死网破 你不拿多少个按照中共的意向说法呢 拿多少个人头来换啊 就这种说法 你怎么可能让他下去呢 所以他不会下去 但是呢 他是有可能是把什么彭丽媛给选上来 他也有可能会遭到来自党内的 他甚至他内部的很近的那些人的一些压力 这是有可能 甚至他的一些左左棒右臂的左右手的人 照他的反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不会手软的 我们可能看到像现在林彪什么某人 叛逃啊 国内有可能会大规模的呆鼓啊 甚至有可能发生一些民变了 在这种事情之前 习近平是不会啊 不会是主动辞职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眼人 就是故意释放的一种 给大家以期望的一种谣言 然后这个谣言你还可以再等两个月啊 这两个月过来 怎么又过时间了 习近平还没辞职 那三中平台还没开 他再编出新的谣言出来 目的就是这样 但是呢 这个谣言也没有太离谱 他中间有他的合理的成分 就是说习近平他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他一定会保持住啊 就中央军委和国家主席 特别是中央军委啊 我们要说如果他 假设这件事情发生了啊 那习近平如果保留中央军委的话 他不是说 传言当中说让蔡奇 来担任中共的总书记吗 这个时候总书记也就是傀儡了 其实跟现在没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当上中央主席 你就是他就决定啊 你这个中现在的中共总书记 你必须按照习近平的意志吧 你不能否定习近平 你不能否定习近平的 这样那样的错误问题 你要你要只要做到 危害到习近平的地位的 你马上别拿下 那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就是李强当总理 在按照习近平的意志来做事 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就是习近平让出的总书记 和不让出的总书记 没区别 所以这个谣传 没有多少含金量 就是因为即使像他腰上这样做了 跟现在没区别 中国只有在习近平彻底的 让出权力之后 才有可能有一些 股市有些反弹 中国有可能有些转机 在此之前不会有任何转机 将会一模一样 好 今天先聊着 咱们下期聊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